最后说一下关于面试和市场使用的一些问题 当然内容不会很多 就是解答一些大家的疑惑吧 我估计如果是不讲的话 大家可能会在后面会问到 所以说这儿就统一 讲完所有实际模式之后呢 我们就解答一下 就是很多同学很关心面试的问题啊 但是这门课不是一个针对面试的课 如果大家对前端面试的有疑问呢 我欢迎大家去学习我录制的两门面试课 第一门是那个前端GS面试技巧 第二门是前端GS高级面试 都是我录制的两门视频课程 大家可以去选择性学习 针对设计模式的面试相关的大家的问题 我就说一句话 就是你在面试的过程中 能说出课程重点讲义的设计模式即可 大家翻一翻之前的目录 课程重点讲义的设计模式有哪些 有工厂模式 单理模式 适配系模式 装饰系模式 代理模式 外观模式 观察者模式 对待系模式 这几个大家如果是在面试过程中 不说答全了 能答个五个 你能答五个 这个面试绝对是满分 因为前端的 如果是你面试的 不是一个特别高级的工程师的话 不是特别高级资深专家 这种工程师的话 当然面试这种工程师 也不可能是说 因为一个设计模式 这个问题就难倒你 如果是这样的话 比如说你去一线互联网公司 面试一个出高级的 一个程序员的职位 那你能打出五个 之前课程重点讲义的设计模式 那这个面试题对你来说绝对是满分 就是实际模式这个面试题 绝对是满分 我最近也在整理我们组的一些面试题 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 我们的要求是 射召的那个候选人 他们只要能说出 关键者模式和单立模式 我们这个题就算通过 对吧 你想想如果是你学习了这门课 去面试 你能说出这两个之外 还能说出再说出三个 而且这两个的应用场景 我们之前讲的是特别多的 包括另外几个的前面重点讲义的设计模式 应用场景我们都讲的特别细 如果是你能这么说出来 那这个关于设计模式的面试题 绝对你是脱脱的可以过的 这个大家都不用担心 只要学完这门课的 关于设计模式的面试题 大家都可以过 好 还有日常使用 就是日常工作中 包括学习中的一些使用 我说两点 第一点就是针对重点讲义的设计模式 大家要强制自己模仿和掌握 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 比如说观察者模式 比如说什么装饰器模式 设备器模式 这些日常使用中特别经常会用到 而且是有那种特别经典的应用场景 大家一定要去自己 强制自己去模仿 刻意训练去掌握 比如说工厂模式 对吧 有很多经典的应用场景 非常用的设计模式 大家要试业务场景选择性使用 比如说我们讲的组合模式 比如说模板方法模式 比如说背忘录模式 这些和业务场景特别相关的一些东西 大家要试自己的业务场景来使用 就是看看自己的做的功能 是不是能对应上这种设计模式 如果对应上 大家要去选择性的去使用 不要为了用而用 设计的目的是简单 是可扩展可开放 并不是为了设计而设计 好 那真的这两点 我就说这么多 也是最重要的几句话 就是大家看完这几句话之后 估计会解除你心中很多的疑问 就是不会每个人都提一句问题 我就统一在这答复一下